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愛丁寶蘇蛇 當你聽這段錄音的時候,應該是星期一的早上 希望這段錄音能夠陪你吃早餐 但相信大家昨天已經飽了 飽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看到姜濤與HPV的距離短片 相信大家應該都看了不同的結局 而更開心的是,看到她接受一些記者訪問 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蘇蛇,究竟如何選擇? 究竟是選擇Hazel還是Mandy? 這是第一 第二,在記者的提問中 為何那些記者永遠都不太好把握 能夠跟姜濤獨處的時間去問一些有意思的問題 永遠都要問一些無尼拉加的問題 即是你叫姜濤怎樣回答呢? 但姜濤又回答得很有自信、很有智慧 所以今天又想跟大家說一說 去到最後的部分,就是延續上次直播 上次不是說到姜濤的Q&A篇 而今天就說一些蘇蛇的Q&A篇 而當初有些問題,都是網友問我有關姜濤的 還有今天也會說一下蘇蛇與Sophia的姜濤灣分享會 即是7月的時候,當我回來香港 就會舉行一個姜濤灣分享會 也會邀請30個朋友出席 待會也會說詳情,希望你能夠繼續聽下去 大家不知道究竟是選了Hazel還是Mandy呢? 還是選了姜濤呢? 九成都是選姜濤的 蘇蛇怎樣選擇呢? 在打籃球那麼厲害的Mandy 和青春可人的Hazel 兩個女角,我究竟選了誰呢? 最後我選了可愛甜美的Hazel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只是我覺得那個Caction 性感爽朗的Mandy 我覺得改得不太好 為什麼要用這個字去描述呢? 當然性感也有性感味 但是我又很難能夠理解 就是在短短的一分鐘之內 你就用這個heading去描述 所以我對這個heading沒有什麼好感 所以我最後選了這個 可愛甜美的Hazel 進入了第二個環節 就是姜濤,即是戲裡面的角色 和Hazel就開始發生了戀愛的關係 就是有一個戀愛的關係 亦都是很開心、很溫馨、很浪漫 但是你要知道 永遠戲劇都是有衝突的 那麼衝突的位是什麼? 就是明明Hazel就提了姜濤 去做一個檢查 去注射疫苗的一些詢問 但是最後這個角色 就約了她的隊友去打球 最後究竟怎樣選擇呢? 究竟是選擇這個接電話 和珈其打球冷靜一下 還是咳線 就繼續哄Hazel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那我就沒得選擇 因為我永遠都是最重視 女性的感受 男性就不太重視 女性的感受 我是視為一個first priority 最後我選擇了右邊 就是選擇繼續哄Hazel 真的選擇得好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不選擇這個選擇 也未必看到姜濤這個情深深 拿著戒指的畫面 對嗎?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心裡都很激動 剛才在之前的影片裡 也有些朋友留言說 大家都不要幫她選擇女朋友 也不需要這麼快迫她要有女朋友 因為一個藝人 如果有了女朋友之後 可能會減少對粉絲的吸引力等等 但我覺得又不是的 時代已經變了 時代已經變了 現在已經不再是那種藝人的方向了 現在的藝人 我想大家喜歡姜濤的 都是喜歡她的真誠 喜歡善良 喜歡她對藝術的追求 所以她能夠有女朋友 甚至將來去到談婚論嫁的階段 我們當然是看她開心 對嗎? 也不會因為這樣而減少對她的支持 認同就請留言 認同就請給like 如果你認同我的 如果你反對我的 也歡迎你留言 所以最後看到這個畫面 相信大家都很開心 總括而言就是 整個微電影 有一個互動選擇的方式 我覺得很有趣 而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有姜濤的演出 還有一個愛情的感覺 這麼濃郁的味道 亦都令我更加期盼 將來可以有一些電視劇集 或者一些電影 她都能夠做一些青春偶像劇的主角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相信一定會有 跳去第二個環節 在昨天的活動裡面 當然有不同的媒體 包括網媒和姐妹 都對她有些訪問 當然有些訪問 是很有質素 記者真的有備而來 還有所問的問題 真的挺合理的 還有都是有意義 但有些問題 就這樣聽下去 我不能夠界定為沒有意義 我只會覺得如果我是記者 我就會更加珍惜提問的時間 能夠問一些更有養分的東西 說的是什麼? 又是星島娛樂的YouTube Channel 今次是星島娛樂的記者 還是哪個記者?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是星島娛樂的YouTube Channel 即是上載的一段影片 記者的提問 平心而論 持平地去說 忠肯地去說 是有進步的 至少在態度上 我覺得比上一次 麥當勞那一次 是有很大的進步 真是當姜濤是一個藝人 而不是當是一個物件 一定要在她身上擠些東西 甚至令到她 不知道如何應對你 所以在態度上 我覺得是有進步的 但有一部分的提問 是有關AI運光 我聽完之後 我就不禁搖頭嘆息 不禁去想 搞什麼? 為什麼要浪費了 這個大好 獨家訪問的機會? 記者怎麼問? 就是這樣 就跟姜濤說 有些網民 讚AI運光唱的DMI朋友 好過原唱 自己會不會有些不開心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AI運光唱的DMI朋友 我是有聽過 但是 聽完就算了 但如果用這首歌 要強行地去問姜濤一個問題 其實你是想拿到什麼資訊? 你期望姜濤如何回應你? 但是你見到姜濤 他怎麼回答? 記者就問 有些網民說 AI運光唱得好過原唱 好過姜濤去唱 自己會不會有些不開心 姜濤怎麼回答? 她說 我也有聽過 我也覺得是 什麼意思? 就是 我也覺得他好過原唱 是不是真的好過原唱 我相信大家有心裡有一把尺 對嗎? 但是 你想想 姜濤怎麼回答都會死 好過原唱 又好像覺得自己很自大 不好過原唱 總之你怎麼回答呢? 基本上都會死 但是姜濤就輕易地化解了一個提問 她說什麼? 就說 前輩唱歌真的好聽 還有有好的聲底 哇 這個真是銳智的表現 我想姜濤出席這個記者會之前應該沒有想過 即是沒有想過記者會 這樣你都提問得出? 你這樣都拿來問? 我想她只是 Unexpected 從來沒有想過 但是記者就問了 但是姜濤就沒有去答 是說好過自己會不會有些不開心 這件事 她的質重點就不是在個人的情緒裡 或者是個人榮辱那方面 而是說什麼? 就是說 我也聽過也覺得是 甚至是欣賞前輩說 唱歌好聽和好的聲底 你這樣回答的時候 就是盡顯姜濤的那種銳智 那種謙虛 那種大方得體 簡單兩個字 聰明 真的很厲害 第二就是 記者繼續去問 就是怕不怕被她搶你的飯碗 意思就是AI運光 這個記者真的很有勇氣 他這樣都問得出 會不會被一個AI搶你的飯碗 我不能排除 將來可能有些工作 有些職業 AI真的可以取代 因為很多東西 隨著科技的進步 基本上都不需要人去參與 但是 喂 藝術的東西 AI可以做到一個AI的繪圖 或者是你輸入一些文字 它可以幫你做到好像真人一樣 但是是否真的搶到你飯碗 搶到一個人 一個藝人的飯碗 這是一個好心的問題 但是 你想姜濤又怎樣回答 很害怕 很害怕被AI搶個飯碗 還是說我不害怕 從來都沒有害怕 別人又說你囂張 但是姜濤又很厲害 他就說不害怕 因為這些是兩回事 我自己也是欣賞的 他已經很清晰地 很有自信心地回答 就說兩件事 兩件事不應該混為一談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基本上是對那個記者的再教育 當然後面再補充一句 他就說我自己都欣賞的 都是正面地肯定這個AI 或者做那個人的一些創意 所以他就不是去樹敵 亦都不是去討好愛他的人 或者是憎恨他的人 沒有的 他只不過是有那句就說那句 以及能夠顯示到他那種自信和大方得體 但是記者還未完 他就說有沒有打擊自信 意思就是隨著剛才說 有些網民就說 DMI Fan AI找光唱得好過你 甚至有機會搶你飯碗 然後再下去就繼續說 有沒有打擊你的自信 你看到姜濤的表情是十分錯愕的 錯愕的表情是源於什麼 如果我是他 我就會想什麼邏輯來的 剛才不是說了兩回事 我已經回答了兩回事 你還要問會不會打擊自信 意思就是當時的記者 又沒有聽清楚他第二題問答 就是問題是怎樣回答的呢 明明都說了兩馬子的事 是兩樣不同的事 我也會欣賞AI的這件事 你再問的是會不會打擊我自信 所以錯愕的表情我是看得很清晰的 就是什麼邏輯呢 剛剛姜濤也說了 是不是記者聽不到呢 還是就算聽到記者都預備了一個問題 照問吧 只能夠反映一件事 就是蘇蛇最害怕你的 就是不留心聽書 記者就沒有留心姜濤的回應 如果不是你留意到姜濤的回應 就是兩回事 你怎麼會再問呢 還會問會不會打擊自信 即根本姜濤就怎麼說呢 他是很正面地肯定這件事 亦都覺得很有創意 亦都覺得當中是值得學習 但是和這件事 能夠取代自己 或者打擊自己 完全是不相關的東西 是不是 那整件事呢 我是覺得 如果姜濤說是呀是呀 真是被這個AI找光打擊自信 那記者那個標題會怎樣寫呢 就是姜濤被AI打擊自信 信心崩潰 可能是這樣的 那如果姜濤說沒有呀 沒有被這個AI找光打擊自信 那記者又會寫 姜濤不思進取 未懂自我檢討 喂 又是怎麼回答都死 但姜濤又是很厲害了 一句KO 他說什麼 他說不會 不會因為這些東西打擊自信 學習吧 一句學習 就好像那些什麼 化骨棉掌 還是不知道什麼 將對方的那種提問 進化於模型 一個人這麼謙虛 大方得體 而不是和一些東西 或者一些批評去對立 那你沒得說 你還怎樣去追問 沒得問 然後到最後 記者就說 那你會不會想唱好一點 又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答是想唱好一點 那是不是之前唱得不好 沒有了 都唱得很好 那別人又說 你自信滿滿 又好像很過度自信 即是怎麼回答 姜濤又是很謙虛 他就說會呀會呀 都希望 接下來出的歌 都會保持一個好的水準 進步一些 搞定 真是吃碗麵 整件事已經很圓滿地 對答得很成功 之前不是說 我覺得姜敬軒 他面對記者 真的有一手 而我覺得姜濤 都是不停地進步 你看到他每一次 面對記者的提問 都是每一次的回應 一次又一次地進步 那還不是這個 肉火蟲生後的鳳凰 這個火鳳凰 還是些什麼 真的厲害 所以我對他 是越來越欣賞 覺得他應對媒體 是越來越大方 越來越大方得體 還有越來越有自信心 還有很有智慧 越來越有睿智 這件事真的很棒 唯一有少少美中不足的是ViuTV Viu1 Hong Kong 他也有上載一些 網媒向姜濤的提問 本身訪問是正正常常的 但其中的標題又很不正常 那標題是什麼 其中有一句寫著 自認英文差 什麼事 你無緣無故要這樣寫 你是不應該這樣寫的 姜濤從來沒有在訪問中說自認英文差 只不過是期望自己的英文會有進步 我希望英文會有進步 和我表達自己認英文差 是兩回事 譬如我覺得 我做直播或錄播 我期望我更加會有進步 但不代表我自認我的直播或錄播是差的 這是兩回事 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肯請有關的朋友 下次來定這個標題 可不可以小心一點 否則你被其他媒體 捉住 他公司也是這樣寫的 他自認英文差 你就會令整件事越幫越忙 那何苦呢 所以真的要搞清楚 不可以的問班長 班長的文字處理 運用這麼好 一定會幫到你 到最後 姜濤也說演唱會的概念是來自我仕途 也令我很期待 究竟8月的演唱會會是怎樣 大家就拭目以待 到第三部分 不好意思 到十六分鐘 我答應你用多幾分鐘就完這段影片 上次也說了直播之中 講了姜濤片 如果你在餐廳做事應 突然看到姜濤出現你會怎樣 我就回答了不要理 不要理三七二十一 飛過去抱著他 不要說那麼多 而你們就裝了東西 又說遠遠地觀看 又說很禮貌地問對方有沒有拍照 我想你們內心一定是想過去抱著他 第二 如果姜濤做劇集或電影主角 哪個藝人最適合做女主角 第三 就是姜濤如果不做藝人 做甚麼職業最好 我自己就建議了幼稚園老師 或者兒童院寫監 因為姜濤那種人美心善 那種善良 那種品格 的確是可以生教 令到一班小朋友能夠以原目染 由小到大被分圖 成為一個有道德 知書識例 以及懂得分辨是非的人 所以我又覺得姜濤如果不做藝人 都是適合做這樣的 去到蘇蛇編 上次直播不夠時間 所以我在這裡講講 有朋友問 如果有一晚睡到半夜的時候 蘇太太抱著你 但不是叫老公 而是叫姜濤 那你會有甚麼反應呢 你會不會很生氣呢 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很好 從來有些朋友說 只會是蘇太太妒忌我 這麼欣賞或者喜歡姜濤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妒忌蘇太太會喜歡姜濤 但如果她真的叫姜濤 我想我又不會有甚麼反應 正如剛才也跟你表達過 如果我在餐廳見到她 我都會撲過去抱 而蘇太太如果化夢的時候 真的夢見姜濤 過去想抱著她 我也覺得合情合理 我覺得我怎麼說呢 是可以的 我不會踢她下床 我可能會抱著她 但我會叫了另一個女生的名字 不會不會 千萬不要讓她說 不要讓她聽到 我們去下一條題目 有朋友問 蘇太太希望自己是貓還是狗 最好不要像貓 不要像狗 像蘇太太太便是狗 如果你真的要我選 我想我也會選狗 有些狗 因為狗很多時都會有主人 帶她出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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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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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陪伴的感覺是很好 正如我想我做YouTube 其實最開心的就是有你們陪伴 對嗎 好,下一題 就是從甚麼情況下 跟對方絕交 我想如果對方傷害我的話 我也未至於與牠絕交 但如果他傷害我家人的話 我就絕對不能跟他再做朋友 朋友欠幾千元,怎樣追討?問他借幾千元 如果不做YouTuber,想做什麼職業? 我想做演員,因為我很喜歡演戲 因為我很喜歡演繹不同人的人生 去經歷很多不同人的情緒和情境 所以我是想做演員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姜濤?不用回答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你也知道我為什麼喜歡她 你想知道的話,就看我以前的影片 對Sophia有什麼期望? 所謂在這個頻道喜歡蘇蛇的人 期望就是大家繼續去營造一個愛的環境 充滿著一種包容和愛尊重的環境 因為我覺得你們已經做得很好 香港有沒有機會見面?當然有 又不可以很肯定說有 有機會有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已經在搞定了 默默已經成功預約了一場 接下來在7月中 7月20日 就會有一個蘇蛇與Sophie的姜濤灣分享會 為什麼叫姜濤灣分享會呢? 因為在銅鑼灣訂了一個工作室 裡面可能會和大家有些互動交流 或者一起唱姜濤的歌 有些心意送給大家等等 但因為地方有限,只容納到30人 所以看看到時怎樣 可能只有三個人報名 我就不用擔心會不夠位的問題 但如果人太多的話,再想吧 我和阿密密再想吧 如果你喜歡的話,你想跟我聊聊天 拍張照片 到時就報名吧 我想這兩天可能會出的內容 再說,有朋友說 蘇蛇都很想支持你 究竟怎樣加入會員呢? 大家真的幫幫忙 首先不說加入會員 你知道這個世界的信息萬變 有一天你能不能夠繼續看到蘇蛇的YouTube 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幫幫忙 如果你未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者未追蹤我的Facebook 請大家去到說明欄之中 先去追蹤 否則有一天 你看不到我的YouTube平台 突然消失了 我還可以和你保持聯絡 這件事很重要 各位朋友 幫幫忙 如果未追蹤我的Instagram 甚至是Facebook專頁 請你追蹤 以至到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風吹草動 我都可以立即和你保持聯絡 可以幫幫忙 說回加入會員的方法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用手機 都未必很容易加入 但又想在經濟上支持一下我 建議大家用桌面電腦 或者Notebook 整件事會方便一些 其實手機也可以 不過手機比較複雜 你比較難去找那個位置 如果網站網頁版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的頻道之中 有一個叫做加入的按鈕 你可以看到紫色的格子 下面有一個寫著加入的 大家在那個位置 一按進去 就會看到一個什麼畫面呢 就會看到裡面 就有請我吃叉燒飯 六寶飯 或者吃燒鑊比飯 嚴格來說 是港幣20元 50元和100元 為什麼折合了英鎊 好像貴了一點點呢 我懷疑就是英國的稅收 這個VAT的問題 所以如果置身在英國的你 Youtube就會有這個處理 真是不好意思 你就會看到有三個選項 你按進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付款的資訊 如果你加入了會員的話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東西出現 接下來都會寄一張Postcard給大家 付款介面就是這樣的 你可以用信用卡 或者是Debit Card 甚至是PayPal 每個月有一個定期的轉帳 但是你可以隨時去終止 這個會員的權利 所以如果你能夠在經濟上面 希望可以在經濟上面支持下我 都歡迎大家去做這件事 亦都很感謝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不知道你喜美歡這段影片 希望你喜歡 可以記得按個讚 或者完成之後記得留言 以及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如無意外 我星期三直播的時候 都會再和大家見面 祝大家平安健康 知道這段時間 在你身處的地方 可能會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發生 大家保重保重 好嗎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的收聽 再一次多謝你們 我是愛丁寶蘇蛇 拜拜